我们第一个测试要了解的是什么呢 是生理曲度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大家看 这是颈椎的曲度 这个黄色呢 是胸椎的曲度 这个下边呢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腰椎的曲度 大家看 是不是向前突的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要测量 它是不是有一个良好的曲度 如果有一个良好的曲度 它这里的活动性都是比较好的 那咱们先来看一看张主任 给我们做一个标准的测试动作 怎么来了解我们的生理曲度如何呢 我先说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手往这里一放 把这个地方垫平了 侧面一看 它是平的 这就是有生理曲度 因为生理曲度呢 本身就是二十多个毫米 2.6公分 就这样一个像 你往这一放 一看影子 我镜子里一照 我生理曲度很好 因为我每天都要起来看看 不行张主任 我们看自己看哪都好 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好 最完美的人 这是最简单的 然后呢 我们再测试一下 就是你是不是有一个柔软的生理曲度 那么今天呢 我带来一样东西 这好玩 这什么意思 饭勺 饭勺有点像 比方说 我踩到这 然后这个后边呢 相当于这是一根 做骨神经 我们把它挂到我的裤子上 就是它起始点是在腰上是吗 对 它其实起始点在这里 在腰上 然后我们去弯腰的时候呢 大家想 是不是这根神经拉紧 大家看 嗯 哦 这根啊 对 是吗 拉长了拉长了 然后你看 我踩起来 哦 这个又缩短了 那肯定 这不是又缩短了吗 那您再搬一下 然后再拉下去 明显这个红线提高了 对 我做这个动作 以前是不能做的 一做 我的左腿就疼 现在也不是一点感觉没有 就是非常轻 自己能够承受 但是如果有异常的人 比方说已经有腰图了 或者是趋度有问题 有曲度的问题了 你会是做不下去的 那您的意思是疼痛是因为神经所引起来的 神经拉紧了 对 是因为我们的椎间盘压住这个体外 刚才除了那个红点 大家还记得吗 那个红点压住了这个神经 嗯 你这一弯腰再拉长这个神经 再加上那个红点的压迫 所以说 就会加重疼痛的感觉 就会出现了腿疼 腰疼 臀不疼 哦 所以就要看每一位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出现 就能够判定是否有腰椎不正的可能性了 哦 好 四位了解清楚了吗 非常的简单 只做一个动作 嗯 谁先来 如果说 他的这个腰椎这块 是这样的弧度的话 那我是有自信的 你看我 我平时我不脱背 对吧 但是我可能是斜歪 但是我不脱背 来 那就周围先来 我看一下啊 哎呀 骨头是硬了 来 来 你坚持住 坚持一下 好 你看一下 关键是 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两条腿的感觉怎么样 就是感觉好像就是 这 后面这两根筋 对 这个是正常的 是筋拉紧的 我再试试 你有不舒服的感觉吗 周围 嗯 没有 说好像有点酸了 哪个腿有酸的感觉 这边稍有一点酸 左腿 对 这儿 臀部呢 臀部倒 也有一点酸 说到这会儿真是出汗的 对啊 脾气也没那么足了 周围 你是要注意了 为什么 我看了你胸椎就弯了 对对对 胸椎又侧弯 腰椎肯定是跟着它 还有一些技法性的变化 现在这腿呢 你已经发现了 有一侧腿反正是不太一样 嗯 这个时候呢 希望你好好锻炼 自我的去克服它 好的好的好的 来 请先回到这了 王环 来 开始测试 哦 哦 你确定吗 王环 下不去了 如果再下一点 会不会有不舒服 不舒服 这儿不舒服 你看 右侧 来 转过来 摸一下哪个地方 这个位置 哦 它是右侧 就是这儿会发 不啊 这个位置 好了 臀部还好 就是这个位置不太舒服 好 张周仁已经心里有数了 来 一点 开始测试 哎呦 不错嘞 其实我没什么不舒服 就是直接有一种 就韧带拉开的感觉 没有疼 然后是这个状态 臀部呢 臀部有点 有点酸 这正常吗 稍微的一点 还是正常的 因为你刚才这体位 是做得很好 很到位 哦 来 丁阿姨 同样的这个姿势 您千万注意 别拉伤了就行 哎 行 请您最大的努力就好了 开始测试 哦 这比周围都强 比王欢都好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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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阿姨疼吗 这儿有点不舒服 就这个不舒服 这儿好像有点痛 也到小腿了 小腿 您今天多大年纪 74 怎么 惊着我了 这哪像74 像47都说过了 您刚才说不舒服 是怎么个不舒服法 就是 有点痛嘛 有点疼 是什么个疼法呢 好像是拉了疼 但是位置还能做到 对 有一些感觉 因为经常我坚持锻炼 可能还好一些 坚持锻炼 哇 太厉害了 74岁太年轻了 状态保持都非常好 我们可以先回到座位了 好 张主任 我发现刚刚呢 四位在做这个 自测的过程当中 您观察得非常的认真 通过您的观察 您觉得 谁的腰椎不正的可能性 比较大呢 三位 第一是王欢 第二位是丁女神 第三位是周围 王欢的危险 或者是可能性是最大的 对 从哪个角度去分析 得到的这个结论 因为她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她做的是最不到位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她是从这已经过了膝关节了 小腿上已经有感觉了 就是她拉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刚才我们看到那根神经 她已经拉得很紧了 那就可能呢 她的腰部是要有问题的 她应该去检查确诊 这是王欢女士的 还有呢 是丁阿姨 丁阿姨呢 虽然她位置做到了 但是呢 她的神经的感觉 已经有了 而且这个感觉呢 当然她已经74岁了 应该已经不错了 但是呢 我相信她要是锻炼以后 会比现在轻 要再加强一些特质的东西 那周围的情况呢 周围是比较轻的 因为她的症状就在左腿上 她是有轻微的 这个年龄拉出来 只要有两侧的不对称 那她就可能有问题 只要有一条腿 有不舒服的感觉 甭管是轻和重 咱们都有可能存在着 腰椎不正的风险